菩萨最可贵的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七心动念 言语行为 都能跟信德相应 还原贯赏 说得非常简单 只讲了四句 容易记 这四句是总纲领 第一个是随云妙用 妙人觉悟了 迷了就不妙了 六道众生 设法界众生 没觉悟啊 不能成妙啊 发生菩萨 真觉悟了 那是成妙 真的是妙用啊 这是自己悟了 用在什么地方表现呢 威夷有责 对表现在外面 威夷有责 就是经上常讲的 居足 居足众界不犯为宜 今夜三福第二条 受持三贵 居足众界不犯为宜 就是还原贯赏 四得的第二条 第三 是将我们 除世待人皆无的心态 什么心呢 真诚心 不是虚妄的 用真心 态度呢 柔和 孔子的学生 赞叹老师的这些 跟佛菩萨所说的 没有两样啊 温厚 恭敬 温量恭敬让 善良 恭敬 忍让 借鉴 在还原贯上 只用了四个字 入乎 知之 最后一条 待众生苦 那都做好样子 给众生看了 释迦摩尼佛 当年在世 为我们实现的 八项成道 那是代众生苦 那是一个 佛门的词 真正修行的好模样 如果我们不常常想着 常常体会 认真地学习 那世尊这个实现 不要白实现了 没人看出来啊 没人看懂啊 我们到哪里去学习 我们对于师尊 身心研究 要有深刻的体会 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 我们自己就成就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